光的折射 我们所需要的器材有一个光滑的宝特瓶 里面先装满一半的水 白色水彩 蕾色光笔 和一个一般的气球打气筒 接下来我们将水彩 少量的水彩放到水里面 稍微摇晃水之后 我们用蕾色光笔 就可以在水里面看到光镜 再来我们利用打气筒 在宝特瓶里面打气 迅速将打气筒拿掉 就可以看到 在空气的地方产生了一个路径 当蕾色光由空气打向水中的时候 可以明显看到偏向发现 同时在空气中 也可以看到反射的现象 当我的蕾色光笔 由水打向空气的时候 也可以明显看到偏离发现的现象 缓慢移动蕾色光笔 当镀射角越来越大的时候 就可以在水中看到全反射的现象了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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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